今天要来说一下的是 有完成一个人类资源的数据报告 然后那个报告呢 因为它是一个在线的形式 然后在线的形式呢 它之所以报告采用在线的形式呢 是因为它的互动性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纸质报告上面的话 它都是一种静态的形式 但是呢在以那种网络形式的报告呈现的 它的互动性会比较好 而且它基于那个浏览器的一个配置 然后基于是一种HTML的这种形式的报告 然后你可以让数据的很多维度 在报告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然后我觉得这个feature还是挺好的 然后再接下来的是呢 我有录制本来我想录大概一分钟的一个视频就够了 但是呢在讲这个online report的时候呢 我发现一分钟的时长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要把这个报告要展示的内容展示完 所以呢就按照这个就是说整个报告的一个设计思路来去展示 大概就展示了差不多五分钟的样子 而且这个报告呢 而且这个报告呢 它是一个薪酬报告 基本上展示的呢也不是特别多的内容 主要就是包括了岗位部门员工的功耗 然后还有薪酬 然后薪水的类型是年薪的还是日薪的 然后包括它是一个全职的还是一个兼职的就这几个维度的数据 大概我都让这个报告的一个presentation都大概有五分钟 但是我想下一次应该可以去做一个更好的改进吧 所以这就是我可能下一次在做video的一个presentation的时候呢 尽量的在掌握时间的方面 在报告设计的方面呢 让它更concise一点 可能更好一点 对就这样 对就这样